香港保護兒童會核下同樂居爆出涉嫌若疑醜聞 機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1月底委員會發表中期報告 指出醜聞事件揭示了有關機構的三大問題 與此同時 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及同樂居院長已經辭職 事件算結束了嗎 各位觀眾 又是時事大報解的時間 有關同樂居的醜聞事件 我們這個節目都是第二次 今天第二次講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也不想經常有機會去講這些問題 不過既然發生了 現在怎樣處理 以及有獨立委員會調查情況怎樣 我們都很想知道 今天請嘉賓跟我們講一下 我們今天的嘉賓 正正是保護兒童會獨立調查委員會的主席 王嘉賊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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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這件報道說 你們在1月26、27日 26、27日 就有一個中期報告 很快 這件事件發展 因為都不是很遠的事 為甚麼會這麼快 可以做得到 我們知道這件事 聽到報道應該是1月18日 說回17日的事 保護兒童會那邊 保護兒童會那邊 都很快 就回看影片 就知道嚴重 所以就都 1月3日到 已經說成立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我們亦都想協助會 做一個中期報告 交給社會福利署 所以我們實質的工作 是做了17天的 從這個保護兒童會的角度來講 他們這個決定要做獨立調查 當然這個調查都應該是一個正確 和一個迅速的 比較負責任的做法 可不可以這麼說 沒錯 我們少了六個人 全部都有專業的背景 有社工、有醫生、有律師 亦都對保護兒童方面 都有認識 在我們講這個報告 還是請你介紹這個報告之前 講回這個保護兒童會 處理這件事的做法 他們迅速有做獨立調查 同時也沒有很快就有兩位 總幹事和院長都辭職 在你們的看法 他們這個做法 是否還是足夠了 有沒有其他事情需要再做呢 這次的檢討 都發現在整個會和院審中 是錯漏百出的 所以是有很多工作 是要做的 去修改自己的 在整個會裡面的不同的系統 不同的做法 你說到牽涉到很多人 實際上我們找到一個文化上的問題 的確是在友誼工作員 處理零至三歲 或者三歲嶺的石佬哥 他們的手法很多時候出現 一些令人會懷疑有若疑的情況 當然有沒有若疑 這個要下回 是警方透過檢控他們 由法庭去裁定 但是我們看到的 就不是小的一些這樣的行為 是令人會懷疑 是有若疑的成分 為什麼我們這麼說呢 我們看到一些友誼的工作人員 他們很多時候都是非常非常粗魯 他們就用一些很簡約的辦法 他們都是控制小朋友 他們可能出於心是對的 因為他們是想不要令他們有風險 不要跌倒 不要撞倒 但是他們處理的手法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因為你說去拔他們的衣服 甚至是拉耳朵 這些不是若疑 就一定是粗魯的行為 我們回看那些片段 就看到有這樣的情況 剛才你也提到 他不是單單是那一天 在那個房間或者發生的事 他可能牽涉到整個會 甚至可能社工界大家的文化問題 還是… 我不敢說是社工界 因為我們只看過的是銅鑼居 沒錯 而銅鑼居的兒童 是這麼小 未夠三歲 自己是表達不到他們自己的情況 所以我們真的要靠電視片段 去看回當時 去處理他們的優兒工作人員是怎樣 他們的粗魯行為 其實我有兩個看法 Garry 第一個看法就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 管理層是一定知道的 一定知道的 而他們知道 都沒有去加以勸告 或者去警戒他們 我自己覺得 是不是高層人員 都自己不畫得很清呢 那條線 什麼是可以接受 什麼是不可以接受 沒有去制止他們 第二樣就是 我也是非常詫異的 就是 大家互相 在同時之間 是沒有一個互相提點 或者警惕 大家都視之為正常 變成一個正常的行為 每天上班都是這樣 每天去處理小朋友都是這樣 那這樣的做法 的確是 會促成一個 沒有一個邊界 你今天可以這樣 明天再頑皮一點 你也不會再說我 那我就會頑皮一點 是嗎 我們在報告裡面 都說了一個叫做破槍的理論 Broken Windows Theory 我們會看到 在一些社區裡面 當看到有很多 是破爛了的槍 被人扔石仔 扔爛它 或者是很多塗鴉 在牆壁上面 很多塗鴉的情況 那 所做這些行為的人 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就是因為 我做了都沒有人去抓 我沒有後果的 那 同樣地 這些友誼工作員 就 他們所做的事 好像沒有後果 在院舍裡面 沒有懲處的後果 直至到嚴重度 是變得有若兒的嫌疑 那警方便有行動了 可否這樣說 就是說 一個人 他自己沒有什麼底線的話 就是我們沒有一個 是非的界線給他的話 他自己去判斷所謂是同非 或者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 就是沒有界線 沒錯 他就變成自己什麼都可以 沒錯 其實很危險的就是 譬如你有十個人都是這樣的 這樣的氛圍 這樣的行為的話 有一個新的人進來 那個人可能很正直 很有界線的 他都會被這些 可能不容於文化 慢慢他都會被同化了 是不是很危險 Gary 你正正說到 我們就在 見不同的人 去訪問他們 他們的看法的時間 我們就是有跟兩個 兩個前員工 是有去談過的 其中有一個 就是做了三個月都不夠 就已經離職了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他不可以接受 這個文化 這個氛圍 他就是去告訴我們 他去表示一些愛心 或者是一些 可惡的行為之際 會有其他同事跟他說 不要這樣做 為什麼不要這樣做 就是因為 你這樣做 就會令到那些弟弟 對我們又更有要求 我們還多了事情做 還有 這個是跟我們去照顧 一些這麼小的弟弟 哥 出的心 是有一點是倒轉的 沒錯 這個同工 這個幼兒的工作人員 這個前員工 所以都離開了 但是他是很直率地去告訴我們 是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 比現行發生的事 可能更深遠 更大的影響就是這裡 沒錯 就是大家所有的人 不論什麼情況 進去都變成不動 不斷地調低自己的底線 沒錯 變成大家都被那個文化同化了 那個才是危險的地方 沒錯 沒錯 但是我們 當然我們的檢討 就不只是檢討這些前線人員的行為 我們也要去看回的就是 背後 去監督他們的 去監管他們的 嘗試 整個院舍的風險管理是怎樣 這次是透過一個投訴 是得出來的 那麼他們去處理投訴的機制又是怎樣 那麼我們 在我們的檢討裡面是發現 他們是這幾個環節 都是非常非常欠缺 那麼 譬如 我們是知道他們是有數十部的閉路電視 一天24小時都穿著的 即是說沒有一個角落 是不會錄不到的 即是寧死角 是嗎 可以這樣說 但是實質來說 有沒有人去翻查這些閉路電視呢 是沒有的 沒有之際 即是等於形同虛切 形同虛切 即是等於沒有用 所以我在檢討的工作上 在檢討裡面有一個說法 就是錄了這麼多片段 都好像是交給警方 是嗎 我們會覺得 會或者院舍 應該是定期 或者非定期 來抽查一些片段 是 去看看 有沒有什麼不軌的行為 未出現嚴重的 粗魯的行為 之前 都可以有一個 教育的意義 有一個培訓的意義 是嗎 是嗎 那麼 也就是 如果員工是知道 原來有人去看 我如果是做了一些 不應該做的事 我都可能要向院舍 或者這些小朋友的家長 是要有負責的 沒錯 但是很可惜 寶遺童會裡面 是用這個 閉路電視的片段 是用得不足 先喝杯茶 我回去繼續聊 好 歡迎繼續收看《時事大報解》 我們今天有加班來保護兒童會 獨立檢討委員會主席 王家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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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提到 剛才提到 提到 提到 不僅是個別人的問題 你剛開始已經 開宗明義館 是一個文化 整個機構的問題 現在 如果你說是整個機構的問題 就變成有一個職集 即是長久都會這樣 否則不會 即是所謂職集成事 即是你不會延續那麼久 早就應該會出事 現在大家都當成沒有一件事 這個問題 正如你剛才說的 機構本身 所以不只是幾個人辭職 可以解決問題 整個觀念都要改變 甚至我講深一層 就是說 政府 這是一個多野的NGO 那怎樣能夠衡量 合不合乎一個標準 是不是也有問題 用什麼去衡量 我們在進行我們的檢討工作 當然是有去看院社裡面 還有整個會兒童會裡面 是怎樣去監督著 他的前線員工的工作 但是我們看不只是監督的情況 究竟這些員工有沒有足夠的訓練 有足夠的培訓 足夠的定時 去再提示他們 我們發現這樣也是很不足的 是 同樂居的員工 最後一次是接受 一個是培訓 是關於若兒的培訓 是七年前 在這個時間 有談過其他的 譬如有些新的法例 就說有一個舉報的責任 看到有若兒就應該有一個舉報的責任 他們有去談過 但是這些不是正正是若兒的事 怎樣去避免或者防止若兒的情況 反而不是那麼多 我們也看到他們的工作量很大 院長和他的屬下 也有很多工作 很多事情要做 再加上現在新冠疫情 少了義工去幫忙 可以說少了義工來幫忙 但是也少了義工對眼 去看著這些有儀工作員 怎樣去處理小孩 整個氛圍 都是一個比較沒有著重小孩的感受 沒有著重小孩的利益上的關注 所以這次洋城是比較多人 是一個非常可惜的事情 聽你的描述 我感覺到這個機構 是一個比較封閉 過時 比較陳舊 也沒有更新的機構 所以我有一次問 就是你這樣集飛城市 一直延續下去 還有沒有資格 我覺得比較重 去接受資助 去做這些這麼重要的對待 保護兒童的事情 名字叫做保護兒童 那個地方叫同樂居 其實一點樂都沒有 也保護不到 是不是這個問題 你說起這一點 其實在社會上 是有非常多 需要這方面照顧的下疑 當然這是一個社會現象 少不免每一個社會都會有的 但是這些小孩子 第一 同樂居有沒有存在的價值 我不會說他們沒有 甚至我會說他們有存在的必要 因為當小孩子有這樣的需要 因為他自己家長在某些事 是照顧不到這個小孩子 那小一邊一定要有 我們社會上的一個機構 去照顧這些小孩子 而成立一個類似同樂居的院舍 是不是簡單的事 但是如果你說 再想遠一點 這些小孩子 應不應該在院舍上 零至三歲 是最需要的人去呵護他們 是去照顧他們的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如果社會有其他的辦法 去處理這些小孩子的需要 是應該要去促進 正如你說到這裡 我想問一個問題 現在這個 譬如同樂居的小朋友 他們會一直留在這裡 還是會過渡 正如你說的其他的辦法 還是過渡 還是不是過渡 我理解這些小孩子 就是因為他們家裡不同的事 他們要逗留在同樂居的時間 是有長有短的 但是當然一天 我都會延長 沒錯 沒錯 如果是一些特別是長一點的時間 如果可以是有些寄居家庭 去照顧這些小孩子 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辦法 去照顧到他們的利益 我覺得會好很多 等於說學校的老師 不能夠取代家長 沒錯 就是這個意思 你再好的教育 你都不能夠沒有一個家庭 對吧 所以正如我關心 就是這些小孩子 譬如說他父母有離異 有變故等等 那他誰去承受 去將他回到一條所謂的正軌 那是否可能 譬如你剛才說很長時間 可能就是因為一天解決不到 他就永遠都擺在那裡 沒錯 沒錯 這個當然社會福利處 會是去看的 但是看得來 他都要有一個解決的辦法 有一個出爐 所以如果可以有多些的助養家庭 可以把這些小孩子放在這些家庭上 他們不會缺乏一個家庭的溫暖 有其他人的照顧 我始終覺得 進入同樂居這一類的院舍 是一個不是最佳的造法 是 起碼它應該有一個短暫的 臨時的 沒錯 一個托管的一個這樣的機構 應該這樣才對 沒錯 會不會因為其他方面 我們又越說越遠 會不會其他的制度 剛才你說的其他的渠道 也不是那麼容易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變相令到這個所謂的托管 越拉越長 就變成一個封閉了的 一個靜態的 沒錯 一群小朋友 會不會這樣 這個年紀的弟弟哥 其實學習是很快的 反而在同樂居的時間 可能因為有疫情 他們是不能上學的 是 這個我自己覺得是很可惜的 所以一直留在這裡 一直留在這裡 所以在我們的中期報告 我們也有建議 就應該要讓這些小朋友 在適齡的時間 應該要上學 那現在都應該是 還未到適齡時候 因為都應該要有兒院 都應該去的 可以了 應該兩歲左右 已經可以去的 是 所以問題就是 他們因為沒有了家庭 所以這個都停了 是否這個意思 可能是因為疫情 所以不想孩子 那天又出來又回來 是 不知道會不會 帶了些菌回來 那些 那些 比如家庭 照顧不了 那些小朋友 應該是去有兒院的 那誰承擔 他是 還是怎樣 政府去承擔 還是院舍承擔 應該是院舍的 院舍承擔 院舍承擔 這樣 所以我們在看整件事 我們都覺得保護兒童會 是有很多在系統上 還有他們的慣常做法上 都要再檢討 那就 只是去看風險管理 因為這次我們是 一個很大的風險出現了 風險管理方面 他沒有一個專責的委員會 去看這一類的風險 就是說萬一出了什麼事 應該怎樣處理 是的 或者更加的做法就是 怎樣可以防範 避免這些風險 即是做所謂的 我們有一個滅火筒 沒錯 沒有一個危機的滅火筒 沒錯 現在你們出中期報告 然後 現在就有最後報告 是嗎 是有的 我們保護兒童會 除了要我們去看同樂居的事之外 也是邀請我們的檢討委員會 去看他們其他的服務單位 整個會的機構 沒錯 我們已經開始做第二階段的工作 是 希望看回他們的制度 第一 希望可以確保 不會有同類涉嫌弱疑的事情發生 但是也要看回他們的系統 還有若干其他的類似同樂居 還有其他的 有的 他們有十幾個不同的單位 所以都是處理一些很小的弟弟哥 當然他們的需要和同樂居住的弟弟哥 是完全不同的 他們有回家的 但是在保護兒童會的核下 接受服務的時間 他們的情況又是怎樣呢 既然我們剛才提到 在制度上 或者機構上 或者文化上有問題的話 現在這個報告 除了保護兒童會 他們自己要作為一個檢討更新的依據之外 一個參考之外 政府是不是都應該引起一些思考呢 我相信已經有了 因為羅志剛局長 都已經就著這件事 都有提出過 他們是有要去檢討 要去看回他們的 去讀到院舍方面的工作 是否足夠 這樣 我相信 我希望這個報告 會帶起一些在社會上 就著服務最弱小的人士 各方面的需要 應該是帶起一個討論 沒錯 多謝洪主席和我們聊天 謝謝 謝謝 時事逮捕解 下回分解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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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ık